大家把那个界面打开以后呢 就是然后把这个还是在Mazt端 找到你上传的QVM模板 就是说这个可能和我的不一致 就是大家下载的那一个 也是随着他们六四淡宝 和你的名称保持一致 大家其他的秘密不必啊 就是说注意的一点是这个地方 这个目录是你所在 记下QVM模板的目录 然后呢是然后是模板的名称 大家如果是 就是对啊 下载是4.6的 就要是4.6的来 对啊 我们下载是5.6的来自正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界面就是默认的密码是 刚才的密码已经发过了 默认的密码是 admin password 这个域可以不去选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几个界面 说明 management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跟阿庄的已经 阿庄完成了 因为上午 把这一部工作已经贴下锁完了 阿庄还аж 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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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需要做的工作就是 在edit下面呢 做一些配置 赵报长在教那个 kvm的时候 修改过kvm的一些配置吗 教过这些吗 其实呢 这些工作我是 在那个 也是在文章里列出来 大家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 另外就是说 另一个好的页点 因为既然是鱼的皮团 这个cloud stack这些配置 它自动帮你改了 你自己都不需要改 就是 首先我们就是查看一下 这个过程 它需要改的那些配置 首先呢 就是vnc的 在減替车序 然后在 etcLab LabVita Q-menu 这下面 这个呢 就是说 开始有 对 无意的 就是 这是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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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行呢是注释掉的 我们就让它注释 这一行 Vusing Lessons这个打开 还有一些参数呢 就是需要虚拟机潜移的时候 就是都在潜移 我的虚拟机如果是主机需要维护 也许主机呢 就是早时可能接下来预判 你要出现事故 可以兜胎把虚拟机潜移 是赵胖家讲那个 虚拟机潜移的这块剪了吗 如果是没有剪的话 我的客手下次会涉及到这个 虚拟机兜胎潜移 就是说你在医用 如果是不属于不周到的情况下 可以把虚拟机出A主机 潜移到B主机 然后用过防御是没有杆质的 这个我会 如果是客者安排的话 我会加剧一下这一部分 但是这配置呢是需要那个 做一些更改的 是ETC Lab Cafe 这个目录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有带地的这个 有一个不带地的还有一个带地的 有一个不带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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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 我们把这些操树 它是要我们取消注释 我们直接加到最后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操树好像 是这样 就是说 不改变 也是可以的 它在那个初始化操作系统 就是我们都会在 manage mode添加主机的时候 也会改 就是它会吸毒初始化 包括我刚才的VAC lesson 这个 还有这些语句 就是我早上呢 就是说这些 都不改了 大家是熟悉的过程度 这个就是lesson TCP的还有 这个刚才是 Labelweight下面 这个呢是SIST咖啡 这个Labelweight地下边 这有一个 这些可以 你现在是可做可不做 就是说Labelweight它会自度 帮你改了 另一个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演示环境不是物理主机 KVM因为它是全虚拟化的操作系统 就是说到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的CPU需要支持VT技术 如果是CPU不支持VT的话是不行的 如果这个呢在VMW低版本的 它是不支持的 但是如果是高版本的话 它就是说它也可以把VT这个CPU虚拟出来 具体在哪查看呢 大家可以靠到CPU 这边有一个首选一套VT或者是你的CPU是IMD的话 就会用IMD纲维 这个好像我记得是 我和斯带是9还是10开始支持 以前是不支持 就是如果是你不支持 这个选项没有的话 说明我和斯带是发布太低了 需要做这个工作 这个只需要在Edit的时候有就吸了 就是说MASTER因为它不穿的虚拟机 这是不需要的 如果是有头选没加的话 这个光机除起把这个加一下 否则的话创下虚拟机会是失败 这是我们的感染者 健康给守在这里 而是我们的感染者 和奇谷之间 我们的感染者 保重会传接 我们的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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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你的系统没有KVM的话 可以自动让它加载一下 手都加载一下 我把这两条命令发到区里面 手下插卡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我把这两条命令发到区里面发到区里面发到区里面发动 KVM一套这个好像是我们得回查试一下 有可能不约架子也是OK的 但是说KVM是必须有的 非常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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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部工作做完以後呢,就是 就是CloudStack的Manager,Motor和Editor 這安裝工作已經全部完成了,剩下第三部分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CloudStack配置的過程 主要這個值得就是在Web界面上去進行初始化的配置 大家先休息一下